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内拧拉技术 拧拉的时候首先重心一定要上到位 尤其脚下 脚下的重心一定要上到位 直拍的话它的优势其实是在于它的手腕 像横拍可能会有一些局限 但是直拍的话它天身可能就在手腕 这个灵活度上会有一些优势 所以可以利用起它的优势 可以把动作做的可以更多一些 然后尤其拧的时候 还是要多加强一些手背的一些发力的感觉 从手背往前 手指 手背 前臂 手肘以及大臂 它是一个支撑和一体 手肘一定要支撑到位 然后前臂带着手腕一起 突然性的抓拍爆发 拧拉的时候其实对脚底下的启动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有点小碎步再上去 然后呢它有的时候 因为拧拉的时候 如果说你抢到那个最高点 拧的时候可能会有下降点 它的难度就会加大 所以说对第一下启动跳上去的这一下的速度 要有一些要求 然后跳上去之后 整个重心不能站得太高 人一定要压下来 然后前臂加上手腕和手指一起往前窜 其实大臂和这个背部这边也可以带动一些 不要完全光靠手腕 其实很容易受伤 所以在保证一定的基础的情况下 还要保证身体的一些动作的正确性 是非常的关键